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湖北的襄阳 今天我们要看一座园林 这园林特别是四家园林 只有达官显贵才能玩得起 而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四家园林 这里就是西家池 它也是有2000多年历史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近年之后它这个环境的景色非常好 远处还有山 市场中全都是树木 这里有10克 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 我们现在先顺着它的左边 把这里转一转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景色 现在这两房都是红叶 它这里是非常干净 空气质量也是非常好 前面是有很多树木 在这个季节过来 它这里的树木也是五岳六岁 这个西家池 它最早是为汉朝的时候 湘洋侯习运 他学习粤国大夫 范黎 他养育之法 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园林 后来就称之为西家池 在前面我们还看到 是习市中池 这也是习市的一个池塘 它这西家池也是有古迹的 但是它这里也是历代所修缮 这是建筑池 还有半龟池 也叫日月池 这个是太阳的形状 那个是一个月亮的形状 这两池中间它是相通的 在这里看景色也是非常好 大家看一下 五岩六色 全是红叶黄叶绿叶 然后我们再往那一所看 那一小亭 叫六角亭 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是在这个乡城的城外 是有很少有游客来找到这里 但是这里景色真是你来到 不会失望 哇 它这里的树木品种也特别多 我在这里还听到了这个流水声 在湖心住一座小厅 意境也非常好 相传的古人就是在这里 读书写史 非常好的一座园林 从历史来说 它就是四家园林的一个鼻祖 也是这个郊野园林的一个典范 哇 这里呢是有一水池 浅浅的水 非常清澈 这边是我们看到一个山庄 这水池呢 它是绵延流长 在两房呢 都是有这个树木 红叶和绿叶 它这里呢 还形成了一个精致的小瀑布 细刷的流水声 这是一大片的草坪 在下面呢 这是一片的绿色 在草坪这里呢 还有一大片的坊谷的建筑宫殿 这呢是淮晋山庄 它这里呢 虽然是为坊间 但是建造的还是非常漂亮 梁色的有绿枝 这是山庄里面的望楼 建造的也是为坊谷的建筑 很漂亮 走在这里呢 我们处处都可以听到这个流水声 因为每周几步 它这里呢 都有这种小型的瀑布 前面呢 还是有这个坊谷的建筑 面前的游艺小池 打造的环境非常棒 这池中呢 有鹿尾 在岸边呢 有这个红色的果子 非常的漂亮 一条长溪呢 它是在园林取直而过 这一处的瀑布呢 它的声音呢 非常大 给你感觉呢 也是很好 在斜霞时光 来这里山山部 它这里每周几步 都是景色 它这里呢 是衣山傍水 位置呢 非常好 所以呢 这也是山脚下的一座园林 这山呢 就是凤凰山 在这里呢 是又看到一处小瀑布 它这山和水呢 也是融为一体 它这里呢 不仅是环境非常好 而且呢 是这个历代的名人 都有来过这里 还留下了很多 著名的篇章 所以呢 这也是这两千多年来 人们依然念及这里的原因 好 那这里的美丽景色 我们先看到这 下个地方见